诗诗纪第21章 以色列人在米斯巴曾启示说 我们都不将女儿给汴雅敏人为妻 以色列人来到伯特利 坐在神面前直到晚上 放声痛哭 说 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啊 为何以色列中 有这样缺了一支派的事呢 次日清早 百姓起来在那里住了一座坛 献凡记和平安记 以色列人彼此问说 以色列各支派中 谁没有同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来呢 先是以色列人起过大事说 凡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 必将他致死 以色列人为他们的弟兄汴雅敏后悔 说 如今 以色列中 绝了一个支派了 我们 既在耶和华面前起誓说 必不将我们的女儿 给汴雅敏人为妻 现在 我们当怎样办理 使他们剩下的人 有妻呢 又彼此问说 以色列支派中 谁没有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呢 他们就查出基列亚比 没有一人进营到惠众那里 因为百姓被蜀的时候 没有一个基列亚比人在那里 惠众就打发一万二千大勇士 吩咐他们说 你们去 用刀将基列亚比人 连妇女带孩子都击杀了 所当行的 就是这样 要将一切男子 和以下的女子 进行杀戮 他们在基列亚比人中 遇见了四百个未嫁的处女 就带到迦南地的侍罗营里 全惠众打发人 到临门盘的汴雅敏人那里 向他们说和睦的话 当时汴雅敏人回来了 以色列人就把所存活 基列亚比的女子 给他们为妻 还是不够 百姓为汴雅敏人后悔 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人 缺了一个支派 会中的长老说 汴雅敏中的女子 既然除灭了 我们当怎样办理 使那余胜的人有妻呢 又说 汴雅敏逃脱的人 当有地业 免得以色列中 涂抹了一个支派 只是我们不能将 自己的女儿 给他们为妻 因为以色列人曾启示说 有将女儿 给汴雅敏人为妻的 必受咒诅 他们又说 在利波拿以南 伯特利以北 在世间大陆以东的士罗 年年有耶和华的节气 就吩咐汴雅敏人说 你们去 在葡萄园中埋伏 若看见世罗的女子 出来跳舞 就从葡萄园出来 在世罗的女子中 各抢一个围棋 回汴雅敏地去 他们的父亲 或是弟兄 若来与我们争敬 我们就说 求你们看我们的情面 施恩给这些人 因我们在征战的时候 没有给他们留下女子围棋 这也不是你们将子女给他们的 若是你们给的 就算有罪 于是汴雅敏人照样而行 按着他们的数目 从跳舞的女子中 抢去围棋 就回自己的地业去 又重修成义居住 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 各归本职派 本宗族 本地业去了 那时 以色列中没有王 各人任意而行